对 cep c 欧姐是强尼代普人在英国参加摇滚歌手杰夫贝克的演唱会因此没有出庭 而前期安博赫德则是亲自出席聆听判决 陪审团经过多天的审议之后 法院裁定安博要赔偿1035万美元 约折合新台币是3亿元 那他反诉强尼代普的官司有部分成立 因此南方也要赔偿200万美元 相当于是5800万台币 安博随后脸书发表声明说他很失望 那强尼代普则感谢真相终于揭露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开启小铃铛